拜登通話誰讓步?世衛特改口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週四 2月11日的《新聞大家談》 今天是中國傳統王歷的立月30日 《新聞大家談》節目組 祝觀眾朋友們牛年大吉 今天焦點 拜習通話誰讓步?世衛炸航? 猛言改口 戴兩層口罩防護 美中唱反調 美國公社 巴黎帕拉 選在北京時間年30這一天 拜登上任後第一次跟習近平通話 隨後 白宮和中共官媒新華社 先後發布了通話簡報 白宮的聲明只有一個自然段 概述成一句話就是 拜登好講原則 新華社的通稿 有八個自然段 概述成一句話就是 習近平希望美中和好 具體來說 白宮聲明宣稱 拜登會保護美國利益 關注中共的不公平經濟行為 鎮壓香港 鎮壓新疆 還有中共對區域內 包括台灣的日益強硬的行動 但可以在疫情 全球衛生安全 氣候變化 防止武器擴散方面合作 而新華社的稿件 八個自然段裏面 除了兩段是說拜登 習近平互問新年好 剩下四個自然段 都是習近平強調 習近平指出 概述了習近平發言 用了689個字 然後給了拜登一個自然段 103個字 概述了拜登發言中說 中美可以合作的部分 迴避了拜登表態中 較為強硬的部分 新華社的稿件 營造了一種什麼氣氛呢 場內讀者會感覺這次通話 基本是習近平在說 拜登隨聲附和 無異議 中美形勢又是一片前景大好 週三 拜登任內 第一次視察美國國防部 並聽取了一個新的特別工作組的簡報 這個小組叫中國工作組 成立目的是 協調政府的各種職能 包括經濟 政治 外交和軍事方面的職能 形成一個一致的政策來對抗中國 工作組包括15名文職和軍事人員 分別來自國防部長辦公室 聯合參謀部 國軍總 作戰命令和情報部門 他們將有4個月的時間 來審視美國的戰略 作戰概念 科技和軍力態勢等等 然後向國防部長和副部長提出建議 2月10日晚上 華爾街日報刊登了獨家報道 引述沒有具名的世界衛生組織調查人員的消息 說在2019年底 武漢首次發現新冠病例之前的2個月裏面 中國中部地區 約有90人 因類似新冠肺炎的症狀而住院 UHK 或者掃描QR碼進入網站 向下拉螢幕 點選這個按鈕 出現更多的選項 選擇你要支持的節目按裝 輸入信用卡資料或是PayPal帳號 就可以順利訂閱啦 訂閱Patreon香港大紀元 每月30元美金 就可以收看頻道所有影片 包括石山、瑞秋、珍姐、Sack 和雪兒的節目